台东有94%属于山坡地 如果民众和农民要开垦山坡地的时候 就算是属于自己的私有地 都必须要申请水保法 申请内容和实际的土地开垦不一 都是违法的 为了让大众更了解相关的权益内容 水保局与台东分局 特别在南回、仲谷、海岸县 分别举办了三场次的说明座谈会 而第一场是在泰马里乡公所来进行 台东有49%属于山坡地 若民众与农民要开垦山坡地时 就算属于自己的私有地 都必须要申请水保 而为了让大众更了解相关权益内容 水保局台东分局 特别在南回、仲谷、海岸县 分别举办三场次的说明讲座 首场则在泰马里乡公所举行 会特别针对于锦衣水保申报室的部分 相关的格式 那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然后还有就是详细的申请流程 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做一个完整的介绍 那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能够对我们的农民 在这个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如果有需要用到的话 那他比较能够了解一个完整的规定 这次邀请学徒保持技师 来跟民众说明 学保相关申请与规定 技师则提到民众容易出现 原申请内容与土地试作工程内容不符等违法行为 将会处罚缓12万元 主要是针对水土保持法的部分的讲解 让民众了解 在散播地开发 要依据水土保持法 不会做相关的申请 那除了申请外申请之后 要去做哪些事情 因为有些民众是申请完之后 没有照土去试作 或照教育去试作 也是会占违规 水土保持主要保育水土资源 涵养水源等若未依照规定申请水保 将可能破坏地表 造成土地崩塌 土石流等灾害 因此呼吁民众 若在山坡地 公司有地开发 都必须申请水保 以免违法又破坏环境结构 就讲解泰马里相报道